檢視相關 都可以用名稱來代替 那怎麼樣給名稱? 其實我覺得用名稱比較好 第一個 我有五個名稱 它的範圍在下面 那如果你用舊的方法 定義名稱的話要做五次 可是如果用從選舉範圍建立的話 只需要做幾次呢 一次就好了 所以從選舉範圍為什麼一直強調 從選舉範圍建立呢 不過這個功能好像Google的試算表裡面好像沒有 這個蠻可惜的 OK 記得什麼? 頂端列 因為我們通常 欄位在上面 所以是頂端列 那如果說你剛好欄位名稱在左邊你就選擇什麼? 最左欄 OK按確定 再來檢查一下 名稱管理員 裡面有沒有我們剛剛的這些編號 確定一下 A3到 A10沒有問題 大概檢查一下 看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會產生五個 名稱 按 這個地方 所以將來你再做 路卡盤數的話 就是直接把這邊改成 F3 這個應該是什麼 編號嗎 因為要查的是編號 那這邊可以改什麼 F3 這邊應該改 姓名 對不對 所以用選的就對了嗎 這樣絕對不會錯嗎 至少你看 這個比較看得懂 看範圍有時候還要再 想一下 到底第幾欄 那邊切來切去 按確定 結果一樣OK 那底下的東西 基本上差不多 所以 聰明的辦法 Ctrl C 然後再什麼 複製 再取消一下 移到這邊 再點一下資料編輯頁 Ctrl V 然後呢 把這邊有沒有 改成什麼 F3 直接改成 總銷量 所以總銷量找到 按確定 他就把它蓋過去了 有沒有 按打勾 總銷量就出來了 在這邊再貼上 Ctrl V 然後這邊叫什麼 F3 選取之後按F3 他就會幫我蓋過去 名次 按確定 打勾 然後這邊再選一下 Ctrl V 然後這邊的話是 業務水準 選取F3 業務水準 按確定 再打勾 OK 這樣不就 很流暢的就做完了 所以做事 如果有方法 做得還蠻愉快的 而且很有成就感 而且 至少也是正確 再來就是說 這個地方呢 將來你要自己打 比如001 可是會有個問題啦 那我怎麼知道編號範圍有多少個 我到底 有幾個不知道 所以如果這裡 可以是個下拉清單的話 那會更好 為什麼 因為 他直接下拉 你就選哪一個 哪一個就出來了 所以以後 一個查詢系統 有沒有 你今天 要查編號 下拉之後就可以知道 那些東西在哪裡了 對不對 很方便 這個就一個資料 好酷 對不對 所以 怎麼樣變下拉清單 還有印象吧 有要放這裡 在哪裡呢 資料 哪個呢 資料驗證 有沒有印象 資料驗證裡面喔 我們應該講過這個吧 在那個 日期內 下拉那邊 這個也非常好用 因為以後你要輸入資料的時候 只要有固定的範圍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個來下拉 這樣保證 使用者在輸入資料的時候 不會幫你亂輸入 因為他就 點下去 選嘛 對不對 選的一定不會錯 但是自己打的話 很容易打錯